HELLO 大家好 我是皮尔掰 好久不見了 各位來我們今天來給大家看一下 一把藍劍有沒有辦法對抗得了52把金劍 其實這樣講有那麼一點點沒有道理 因為畢竟... 對其實有啦 就是我們滿速的情況下 如果我們射的劍可以大於金劍給的劍的話 這個時候用藍劍就是對的 那如果沒有的話就給他是滿版金劍傷害會更香 但是因為我們多了一個交換的關係 所以導致我們的劍會少一把 那這個情況到底是哪個好呢 我們就來給他拍一支吧 OK 那這個地方我通常都會先講個杰倫嘛 杰倫就是沒有任何差別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是皮尔副愛 我們下次再見 321 掰掰 好啦 不行 不能做這樣 好啦 整體而言我們到的地方是一樣的 200多回合 好像在239回合就會被搞了 甚至還比之前的狀況來得更早 但是這裡要講 因為這次改版裡面 史萊姆有背了一個暗桿 就是他的血量很像是超過21之後 小兵他分裂出來的血量就會繼續往上增加 不然的話他的小兵都會卡在同樣的血量 因為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打到非常後面的話 小兵的部分他的血量會不動 但是網的話會一直往上增加 所以之前他可能是召喚出來的小兵 都套用到了小兵的血量 史萊姆嘛 還有七網也是 就變成探用到小兵的血量導致血量都會變得很少 而這一次沒有了 突破了那個上限 這個上限其實我們之前在最早期 在訓練模式的時候 就有給他測到底是來到21億沒有錯 那這個血量其實硬要講的話 我們在229回合很像沒有觸發 因為史萊姆打掉的話他的血量會掉到30% 30%也是30億而已 在傷害整體都不變的情況下 我的傷害還比滿版藍劍的情況下來的低 所以這邊就基本上是可以證明了 藍劍比金劍還要來的有用 就滿版而言 我們顆數少一顆啊 對 因為我們用小丑的話 我們會比較好排版 然後全場都用小丑 這樣的話我就不用交換在那邊卡位 但是我今天用交換的話 我雖然可以滿版金劍啊 但是他的傷害卻沒有更高 那這樣的話也就是說 交換的金劍對於滿版藍劍而言 可能沒有那麼的用處 那實際上這個傑瑞有什麼用嗎 基本上沒有用啊 反正你用交換還是給他殺到金劍嘛 就順便了 你今天不用小丑你就殺到滿版藍劍嘛 你有金劍會更香 因為你要小丑要殺到滿版金劍 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 也是有可能啊 但是我不相信 剛好玩這局的人有錄下來 好啦 那我們這個時候可以看到 我們在第57回合的時候 導轉殺就給他殺到滿期 那今天這一局呢 我比較痛苦一點點 沒錯 我就一個人在那邊射 一個人再給他射到滿期 那我們就給他慢慢的射 看要射到幾回合 其實花的時間沒有到很多啦 來我們這邊稍微的加速一下唄 好那我們這邊用五倍數的方式來看 然後這邊我發現一個滿奇妙的東西 然後我到時候會再丟一隻在復活道 這個方式是不是可以讓金劍變成百分之百 因為我很像無意間用出來了 然後每一次用出來之後 金劍就會出現 對 等一下可以感受一下 基本上簡單講一下就是 我在交換的同時 又把他換回原本的位置 這個剛剛是直接活生生的殺出來了 那等一下可以看到下面幾八 就出現一個連續的狀況 我會覺得有一點神 對 就假設我今天殺到月亮 我會拿月亮去閃 像剛剛這樣 然後在殺完的同時 我又會給他跳回來 對 然後這個時候金劍就出現了 有沒有看到連續這邊出現了幾次 因為他都是殺到其他顆 我不知道這個樣子到底是對還是錯 反正我們之後會丟到副頻道 如果你有在玩這個隊伍的話 可以去參考一下 如果真的可以的話 麻煩在影片下面留一下 我自己是覺得蠻神奇的 因為畢竟他成功率高到一個誇張 像這個時候你看 我換過去再換回來 結果我殺到的時候明明是藍劍 結果換回來瞬間變成金劍 我不知道這個狀況是對的還是錯的 反正就蠻詭異的 而且成功率有一點高 有可能都是運氣好的關係嗎 這15%的機率有這麼高嗎 好啦這之後再說 我算是一個小小的發現啦 只不過到底有沒有辦法成真 不知道 就希望有觀眾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 好啦那我們就直接給他挑到後面去看一下唄 好啦那我們直接給他挑到220億為何 畢竟這個畫面不用做任何事情 來個史萊姆 有啦血量還是要給他往上增加 我以為是多到兩個數字而已 下面是兩個數字的話 代表現在血量是248億的30% 就會高達70幾億 原本會出現BUG的關係 就導致史萊姆會只有21億而已 這個時候分裂的史萊姆的血量會多3倍以上 原本都打後面會更高 那我們到221回合這邊的史萊姆還沒有問題 其實那這樣講的話我覺得啦 金劍或許是也差 但是因為史萊姆的改版之後會變得更差 因為硬要測的話 我應該還在測一次原本14層然後滿版金劍的樣子 對不過我就沒有測那麼多啦 但是整體而言呢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差別的啦 但是你今天用交換的話 你就順便把它變成金劍 其實沒有花太多時間 也就是幾回合而已 反正你人都在線上變成金劍 也比較舒服一點點嘛對不對 也比較沒有藉口說 欸我今天就是因為沒有金劍 所以沒有打上去 至少我就可以打好打滿 就是打到一個滿足這樣子 好啦現在到223回合 這邊因為沒有史萊姆的關係啦 惡王就沒有問題 其實你這個時候就不知道 能不能夠打到這個隊伍的極限 這個隊伍的極限的話 沒有史萊姆應該是400多500多沒有錯啦 我們之前給他測破了嘛對不對 好啦那我們這邊呢 就給他看到下一隻史萊姆唄 好那這時候呢我們來給他感受一下吧 第239回合的史萊姆 史萊姆一王二王是咱們的轉王 結果轉王呢就直接給他轉爛了 對沒錯就是這樣 難道說他那麼一點點時間 多那麼一點點血量 因為畢竟啊我覺得我們戳也是戳到底啊 我血量多那幾個零 其實說到底他也沒有多到幾個零 就多了幾倍而已 多了幾倍而已我們就會被轉嘛 我總覺得沒有那麼嚴重 所以這個論嚴重程度的話呢 其實我還是覺得是藍劍少一把的關係 就代表著我們藍劍多一把 他的傷害遠遠大於金劍多了 56把還52把 7 9 6 3 7 8 56 56把 對一把藍劍大於56把金劍 代表說這短時間內戳下去的機率大於56把 而且我還是在12劍的情況喔 如果今天我的劍在往上升的話呢 我的基礎機率會再多0.5% 喔那個感覺就不一樣了 0.3%喔 喔只多0.3%欸 可是呢 多那麼1% 那代表我射出的機率會更高 也是啦換個角度想 如果我今天等級 聖劍的等級低的話呢 或許用金劍會比較強 因為金劍百分百出來嘛 聖劍的機率變低 可是我今天聖劍等級高呢 或許我用藍劍就夠了 當然啦 你還是有金劍會更強 因為金劍是白嫖 但是沒有必要 對沒有必要為了金劍去捨棄掉 一顆小手去換成 欸手棄掉一顆小手去換成交換 對是這個樣子 但是現在很多主流是衝月 衝月嗎 還是衝月地雷 衝月地雷本身就一定要交換 那我今天有要交換的話 那我還是一樣放出咱們的金劍 OK好啦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再去看一下 之前的樣子唄 喔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看到之前的樣子 沒有放任何藍劍 沒有放任何金劍的狀況 可以看到二王是七王 七王就沒有放任何的怪物 就直接消失 而且他也沒有放出任何的技能 硬要講的話呢大概就是守護的位置 而且這個位置還更爛喔 守護的位置在前面可以多 多 爭取到那0.000幾秒的傷害 所以這個傷害整體而已 我覺得應該還會比昨天還大 我說的是守護的部分 當然聖劍多那麼幾把嘛對不對 而且我這邊聖劍還沒有任何的藍劍 好啦這就是以上的狀況啦 所以說我十二劍的情況下 其實我還是用上了守月劍就好了 不需要用到焦月劍 當然啦我用焦月劍的目的 就只是為了用金光地圖多賺那2萬塊 其實賺2萬塊也蠻兇的 2萬塊就等於是10箱了 你知道嗎 多10箱等於是多400卡的錢 其實到後面錢會變得比卡片給的篩子還要來的重要 因為升級一顆真的是太貴太貴了 OK好啦今天的影片就跟大家到這裡啦 我是PFY 我們下次再見 321 掰掰